你應該可以發現你在開車的時候 事實上車子有很大的轟轟聲 那個前輪軸承 我們現在做測試前輪軸承 嗡嗡嗡的聲音 其實仔細聽喔 應該我拍的影片上面聽得到 那這個是車輪的軸承 它已經產生偏心 它裡面的擋子盤已經破損了 它擋子盤長怎麼樣 就長這個樣子 裡面的滾珠已經破了 這個比較完整 裡面的滾珠已經損壞了 所以它在轉的時候它會偏心 所以產生這種轟轟叫的聲音 前輪的左右邊都是 所以這個要跟您報告 這個蠻危險的因為 到最後它很容易會脫殼 它會偏白它整個輪胎會這樣子 不會走正中心 那不會正中心的話 你在開車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車型執行怎麼會偏來偏去 有可能最後它輪胎會掉出來 這個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您報告 就算嗎 我們應該去哪一刀 幫助 我們應該是一個問題 我們應該來